NBA2K系列每年都会更新 而历年的2K封面人物 则都会引起球迷和游戏迷的关注 通常2K公司选择的封面人物 不一定是那一年实力最强的球员 但一定是人气最高 最有话题的球星之一 能够入选2K游戏的封面 对一位球员来说 也是相当高的荣誉 大家好我是Marco 欢迎来到体育那些事 作为一个NBA2K系列 封出必买的中级铁粉 今天我奏集了2K从发布至今 几乎所有的封面 和大家分享一下 当年的封面设计 和每一期封面上的主角 以及他们背后的故事 大家也可以挑选一下 看看你认为哪一期封面 是你心目中的最佳 2K初代到2K4 阿伦·艾夫森 从2K初代到2K4 封面人物都是艾夫森 毕竟当时艾夫森是 联盟人气最高的球星之一 在2K2发布的2001年 艾夫森获得了力行赛MVP 并从泰流如山越过 更是让他的人气爆棚 到2K4发布 2K和AI连续合作了5年 他当年的市场号召力 可见一斑 2K5 本华莱士 2004年 国赛勿普掀翻护人 本华莱士 以洛选秀的身份 登点NBA 最终 2K工作室 选择了他 作为封面球员 也是在这一年 Pick2完成了 对2K工作室的收购 2K游戏 也开始了新的机缘 2K6到2K7 沙奎尔奥尼尔 2004年 冠军赛的失地 让胡人队四大天王最终解散 鲨与冬油加盟热火 成为了NBA最大的新闻 2005年 NBA2K6问世 他们就选择了冬油热火的奥尼尔 作为封面人物 在加盟热火之后 奥尼尔立马给迈阿密 带来了一座总冠军奖杯 帮助球队在06年 4比2击败小牛夺冠 这座冠军 也让他成为了NBA2K7的 封面人物 2K8 克里斯保罗 06到07赛季 克里斯保罗带领狂风 创造了历史 那年保罗率队取得56胜 与未冕冠军马次队 在西部半决赛 激战着响七 才败下阵来 那个赛季的MVP票选 保罗高居第二 仅仅输给了科比 虽然没有拿到MVP 但保罗却凭借超高人气 成为了2K8的封面人物 2K9 凯文·加尼特 2007年夏天 塞尔提克集齐三季投 随后他们在冠军赛上 击败库人 顺利获得总冠军 这一年的加尼特更加高效 命中率从前一季的47.6% 上升到了53.9% 在拿下DPOY的同时 KG终于拿到了 梦寐以求的总冠军奖杯 也顺利成为了2K的封面人物 2K10 科比·布莱恩特 2009年 科比当之无愧的 成为了NBA2K的封面人物 10年31岁的科比 在身体 技术 心态 经验上 都处于巅峰状态 他场均可以达到26.8分 5.2个篮板 4.9次助攻 命中率为46.7% 在他的代理下 胡人队取得了65胜的战绩 本军西服第一 冠军赛 科比率领胡人 4比1战胜了魔术 获得总冠军 08-09赛季的纪赛中 科比空间队四支防守开明 联盟前十的球队 场均得到30.2分 在加冕联盟第一任的同时 科比成为2K的封面人物 只能说是你所应当 2K11迈克尔乔丹 NBA2K11选择了 篮球之神迈克尔乔丹 当作游戏的封面人物 这是2K首次将退一球星 作为封面 毫无疑问 乔丹是篮球史上 最伟大的运动员 NBA2K11 创新的加入了 乔丹挑战赛的新玩法 这种新颖的玩法 也在当时广受好评 2K12拉里波德 迈克尔乔丹 魔术师 约翰逊 在上一期的 乔丹挑战模式 大受好评之后 2K12又推出了 三种封面 供玩家选择 分别是 魔术师约翰逊 拉里波德 和迈克尔乔丹 此外 这部作品中 加入了辉煌模式 游戏中 一共设有15位 NBA历史名宿 玩家可以通过 普通玩意 对它们进行解锁 2K13 格里芬 杜兰特 和罗斯 2K13选择了联盟中 风投正进的 三大起零新星 共同支撑 NBA2K的封面 它们分别是 格里芬 杜兰特 和最年轻的MVP 罗斯 在那一年 杜兰特还带队 杀进了冠军赛 这也是 2K第一次让多位球星 共同成为封面人物 2K14 勒布朗詹姆斯 NBA2K14 是詹姆斯 第一次当选 NBA2K的封面 2013年的詹姆斯 不仅在队 成功完成未免 还被公认为 当时联盟的第一人 但大家都在猜测 2K的封面人物 会不会是 三个人的时候 詹姆斯 一人撑起了 2K的封面 2K15 凯文·杜兰特 2013到14赛季 杜兰特迎来了大爆发 连续41场 25加的本领发挥 震撼了联盟 2014年1月 杜兰特的场景得分 是恐怖的36分 他还带领雷婷 杀进了西部决赛 出色的表现 让杜兰特 一举成为了 2K15的封面人物 2K16 安诺尼·戴维斯 詹姆斯·哈登 斯蒂芬·库里 特别版 迈克·乔丹 继2K13之后 2K16又出现了 三大球星 共享封面的情况 只不过 这次13位球星 分别拥有自己的封面 14到15赛季 在詹多二人的笼招下 斯蒂芬·库里 突然杀出 不仅全票当选新科MVP 还拿下了总团军 哈登和戴维斯也在这时 开始展触头角 纷纷带队杀入季孤赛 为了和国际接轨 2K的国际版本 也开始使用 最有名望的国际球员 作为封面 西班牙的大小加索尔 法国的托尼帕克 都成为了国际版的封面人物 2K17 保罗乔治 传奇版 科比 2014年休赛期 保罗乔治遭遇大伤 几乎毁掉职业生涯 15到16赛季 保罗乔治 王者归来 不仅能够上场打球 还入选了明星赛 这种立志的表现 为他赢得了一个2K的封面 此外 15到16赛季 科比正式全域退役 NBA2K也将科比布莱恩特 作为了传奇版的封面 以此 来向这位传奇 表示敬意 2K18凯里·欧文 传奇版 莎奎尔奥尼尔 15到16赛季 骑士日在冠军赛上 击败了73胜勇士 完整复仇 获得总冠军 最后时刻 欧文命中了制胜一级 欧文在内之后 也成为了2K 想要合作的新对象 2017年夏天 2K18已经确定了 欧文身穿 克里夫兰球衣的封面罩 中文的商品也已经发售 但未曾想到 半路却传出了 欧文申请交易的消息 情节之下 2K18总监 只得重新制作 欧文身穿 塞尔提克球衣的封面罩 这件事 也让公司 对以后球员封面的 印刷时间 考虑了更多 2K18的传奇模式 则选择了游戏中 内线能力超强的 奥尼尔作为封面 2K19 扬尼斯·阿德兔昆博 20周年纪念版 勒布朗·詹姆斯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西蒙斯 2018年 2K19问世 并退出了 20周年纪念版 詹姆斯依旧保持着 自己的统治地位 NBA2K 推出了20周年纪念版的封面 最终也决定由詹姆斯主导 17到18赛季 字母哥场均下26.9分 10轮板4.8助攻 成为了东部最强黑马 2K最终决定 把字母哥 作为新一期的封面 2K20 安东尼·戴维斯 传奇版 等问韦德 2019年 NBA2K20问世 2K也再次推出了传奇版 韦德宣布在 在征战完18到19赛季之后 就离开赛场 NBA2K 仿效科比离开的赛季 为韦德送上祝福 值得一提的是 韦德本人并没有成为过 正式版的封面 他第一次上阵 就是传奇版 18到19赛季 NBA一直都在讨论 温梅哥·戴维斯的去入 为了延续话题性 NBA2K 决定将东眉 设为2K20的封面人物 2K21 达米安·利拉德 次世代版本 西安·威廉姆森 曼巴羽红版科比·布莱恩特 2020年NBA2K21问世 在19-20赛季 励志岛迎来大爆发 场均宽海30分 4.3轮板 8主攻 成为了NBA2K封面的 国外人选 而西安则被视为 50年一遇的大人才 也被推上了封面 2020年1月26日 国人民宿科比 在一次坠机事故中 不幸离世 NBA2K为了纪念科比 特意退出了 曼巴珍藏版的NBA2K21 2K22 卢卡东西奇 NBA75周年纪念版 贾巴尔 诺维斯基 和杜兰特 WNBA25周年特别版 坎提斯帕克 19-20赛季 东西奇 带领东西侠 杀进季后赛 场均砍下 31分 9.8篮板 8.7助攻 凭借一己之一 与快船展开周旋 20-21赛季 同样是在季后赛中 东西奇 场均砍下 惊人到35.7分 10.3助攻 7.9篮板 在响气大战中 更使方感46分 顺利当选为 NBA2K22的 封面人物 为了给联盟75大巨星造势 诺维斯基 贾巴尔 杜兰特 三个具有投射能力的大个子 当选为了 NBA75周年纪念版的 封面人物 同时 为了兼顾 同时拥有次世代主机 和传统主机的老火机们 2K也在这些作中 特别推出了 代际数字魂帮版 可以共享 两类主机的 不同体验 2K23德文布克 冠军版 麦克尔乔丹 WNBA版 戴安娜 陶洛西 和苏波德 20-21赛季 太阳队杀尽了冠军赛 布克场均 可以砍下28.3分 3.5篮板 4助攻 顺利当选为 NBA2K23标准版的 封面人物 而麦克尔乔丹 则成为了 冠军版的封面人物 WNBA版 封面球星 为戴安娜 陶洛西 和苏波德 戴安娜 陶洛西 被誉为女小丹 大学时期 三次获得 NCAA的总冠军 三次获得 WNBA的总冠军 好了 以上就是 本期视频的 全部内容了 不知道 你最喜欢的 NBA2K封面 是哪一版呢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点个订阅 这里是体育那些事 我们下期再见 NBA2K封面 NBA2K封面